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米吾信邪 今集这个真实个案发生在一个前司者身上 为什么是前司者呢? 听完你就知道了 当然在我分享个案之前, 你们要做些什么? 点赞 未订阅的, 就要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 Share 给你旁边的朋友 最重要是按着铃铃铃钟 你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影片或直播通知 再加上大家也可以多在社群分业和我多互动 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 所以我常常会在社群分业分享一些相片 或者一些问题和大家互动一下 希望大家踊跃一点, OK? 言归正传 话说这个师者, 她也是一个老板娘 接下来我就称她为老板娘 这个老板娘在商场里有一个店 做一些买家司的小生意 乙师者和师傅 因为要买个柜子 所以经过这个商场 自然就进去这家店 好了, 一进去的时候 师傅已经皱眉头了 乙师者都觉得不太妥当 但大家都没出声 我打算买完那季就走了 去到付钱的时候 师傅发觉 原来这个店铺的盡头里面是有个神桌 而那个神桌上面 不是奉神 是摆了一些什么呢? 摆了一些车仔 摆了一些糖 一些果仁 一些小玩具 大家都知道她在拜了些什么 好了 师傅皱眉头 看着她的神桌的时候 这个老板娘就问师傅 你也认识这些东西 人家教我摆的 很厉害的 然后乙师姐在旁边就说 什么呀? 这个都是师傅来的 这个老板娘一听到 你都是师傅来的? 庆致你了 因为她本身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 她就说你都是师傅? 那师傅说你赠我两句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店铺 行不行? 这些生意做不做得成? 做好不好? 风水又怎样? 问了师傅一大堆东西 然后师傅就说 不便多然 不过 请这些呢 就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这个老板娘就说 不是呀 附近有一个师傅 他教我摆的 我们经常都一起做好事 叫我们去捐钱 捐官 经常搞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做好事的 然后师傅就问 捐官? 你有没有看到他捐? 那又没有 他叫你请个鬼仔回来 是所为何事? 什么意思? 怎样跟你说的? 然后这个老板娘就说 不是,这个仙童来的 他说 教我每一天 放些玩具 有时换一下新零食 日上香 和滴血喂他 他就会保我 万事亨通 生意轻隆 然后师傅就立刻 就是 我想他的心是反了一下眼的 大错特错了 凡是用血供的东西 都是不行的 你知不知道 已经很简单 拿了你的头发 拿了你的指甲 就已经可以 对你做很多事情了 何况是血 血更离谱 你想一下 后果有多严重 是吧 加上这个小朋友 是被师傅操控住的 接着老板娘就呆了 什么? 操控? 我不明白 我不知道 他是这样教我的 我不懂的 接着师傅就说 因为这个小朋友 颈上有锁链 肯定是受操控的 如果你现在给他血 他拿了你命脈 他随时要对你做任何事 你都没有办法防备 你想一下多严重 接着老板娘就害怕 咦? 这么严重的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么严重 那应该可以怎么样? 可以做什么? 师傅就说 解开它 我偷偷地帮你解开它 尽量在不令对方 发觉的情况下 帮你解开它 接着老板娘就说 好了 听到原来这么严重的 好了 那师傅就去找个小朋友 小朋友最初都有敌意 但是师傅就跟他一番讲解 就说 我现在是帮你的 那帮了你之后 我帮你解开了之后 你就不用再受这个师傅的操控 你就自由了 那我小朋友 就是 他都没有等我小朋友 回应他 他就立刻做事了 立刻帮我小朋友解开了 那个 颈上的锁 接着呢 就将他放回佛袋 带回去佛堂 那 因为呢 还有些后续的事要做 那在佛堂做完之后呢 这个小朋友就真正自由了 OK 好了 那我说 这件事就暂且完结了 那 大家就交换了电话 哎呀 谢谢师傅 怎样怎样 整个人那样 然后呢 怎料呢 对家的师傅呢 后面都是发觉了 就是 那个摆过来的鬼仔呢 是被人解了 所以呢 他又再放这些街坊过来 今次这个街坊 还跟着这个老板娘入屋 回了他家 即是不只是在店铺 就跟着他回家 这个老板娘就经常觉得 咦 为什么怪怪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 整天觉得晚上他睡觉 因为他自己住 那好像是摸他 又好像整天 家里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 那他就打电话 跟师傅说 那师傅说我这样 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发梦 还是怎样呢 有人走来走去 有人摸我 接着师傅就说 查一查 那 就哦 对方知道了 再放东西过来搞你 那接着大家要约时间 就是我要上你家里 那里帮你搞了 那好了 那大家就谈好了 约了时间 那上到他这个老板娘的家里 那果真如此 就有个街坊在家里 那而 师傅立即帮他捉了这个街坊 交给警察过之后 就 当然都是一套过了 封屋 淨化 整组东西都做好了 那接着这个 这个 老板娘呢 就有 多谢你 麻烦师傅 你佛堂在哪 不如我去佛堂那里 都跟你听一下经 学一下东西 那接着呢 去到佛堂了 那他就求归衣 那求归衣呢 就要摘圣杯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那圣杯又被他摘到 那接着呢 但是呢 当时师傅收到上天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 这一个 善信 我给他归衣 是因为他必须要向善 心要善 把口要善 全个人都要作出一个很大的转变 必须要 就是要修炼 要成啊 那样 就是个人要积回厚德 说话 不可以再这样 一定要心要向善 那好吧 那师傅就 没有将整个 整个 原本搬给他 就是 软转了 OK 就说 你做了弟子之后呢 你呢 这个人呢 心要向善 把口说话要圆滑一点 是不是 那就是 人不可以整个 就是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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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恶 因为他其实都挺恶的 这个老板娘 这个人不要这么恶了 就是你要修炼一点 那好吧 这个老板娘当然说好 是不是 那接着呢 如是者那段时间呢 头头那段时间呢 其实是真的有好度的 之后有三分钟 热度固太缝密 即又是 还原基本部 又变回那个 样样东西都 执着在口边 都要骂人的东西 用词又不是那么好 即是用些 很 很伤人的词语去骂人 那 那 又变回这样的时候 师傅见到 当然会 去点点它 对吧 那就是说 你不要制造那么多业障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业障太重呢 你自己还不完 身边的人都要一起受的 都有机会 要帮你还买的 你要自己 怎样怎样怎样 说一大堆 那接着 这位老板娘呢 就觉得 师傅呢 就 找东西来骂他 不满意他 找交易 OK 无端端来骂我做什么 就是我好地地 是吧 已经是你骂我 师傅 不是我去骂人 那所以呢 就是发脾气 那 就 不回来佛堂了 那就是有事的时候就回来 就是连连我们都要 找师傅看榴莲 有事的时候就回来 看榴莲 这一年的时候 师傅就说 今年你会有个劫 是一个 具体是什么 不知道 但一定是有一个 会发生一个意外 那 就是都很严重 所以 建议他 就要去做些什么 去解事 就是去做 做些事 就要去解了这个劫 那 而 那 这个老板娘就说 怎样解 就是 怎样解 那 师傅就说 其实呢 这些呢 提前叫做 将你的 程度减低 即原本 可能你是要 入医院的 要很大病的 可能 变成了 發一下烧就没事 即是 将程度降低 不代表你要完全不受 一定要受 但是程度问题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那 但是呢 这个 老板娘呢 就觉得 年年榴莲 都是差不多的 不是说什么 洗一下牙 那些就行了 又要解释 那 那 因为上次 其实 师傅 他觉得师傅 骂完他之后呢 其实他就已经 已经 就是 偏偏的 那 那师傅说的 他就觉得 应该 那么大事的 没有事的 没有遗意 没有上心 甚至乎 也都在这些 也都在这些 师姐 其他师姐 师兄的面前呢 就在那里说 欸 师傅说我劫啊 那 不知道啊 我就不想花这些钱咯 就说这些 那 那师傅其实 他觉得 我说了给你听 你做和不做 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你自己的做法 是吧 我的责任 做了 我提点了你了 那 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是吧 所以 这些事情 没得逼的嘛 那 他说 他说不做了 那你就不做了 是吧 他都无能为力 是吧 好 好啦 那 而这个老板娘呢 又在那 就是 因为 师傅说他有个劫 跟着又在 其他的第三者 就是在第三者面前 又在那里说 哇 如果每次都要花这么多钱 每次都说你有事 那为什么啊 怎么这么多东西都解啊 哇 如果是这样 我又不知道 是吧 可以将他变成 简单法个销 都不知道是不是的 啊 如果 要付这么多钱 不要去抢 甚至乎说这些 那其实这些说话 是兜到回来 是师傅知道他这么说 但是师傅没有出声 那 也都没有说 去 当面 去做些什么 就是 说他 叫他不要这么说 那些全部 师傅由得他 去 因为其实 他在说这些东西 同时 他也同时间在中营业 那 之前已经跟你说过的时候 那个 老板娘的反应 我觉得是师傅骂他嘛 那我师傅就索性 都尽了力的了 那 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 那 由得他自己看他自己的做法 是直到 有一次 师傅见到他的状态 就 即 不是太好 真的 真的很差 那再次提醒他 就说 你真是 最好解一解事先 因为你最近 就是 我觉得你业障又重了 整件事都 很云盖顶 你真是要最好做些事情 那 接着这个老板娘又不听师傅说 可以了可以了 那应了就算 那怎么知道呢 之后呢 有一晚 他自己本身有个男朋友 但是 没有结婚的 就是 叫做 没有结婚的男朋友 那 那 我坐在家吃榴莲 那吃吃榴莲的时候 就被榴莲 即那个 他男朋友 就被榴莲 就被榴莲 咬到喉咙那里 卡住了 不用不落 窄色 昏迷 接着立刻白车送入医院 那这个老板娘就很害怕了 立刻打电话给师傅 师傅啊 师傅 现在哪个呢 就是说我男朋友的名字 哪个呢 他这样的情况 入了医院了 我很害怕啊 是不是会有什么事啊 他会不会死的啊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救他啊师傅 你救他啊 那师傅就说 我先查一下 一查了 接着 师傅就说 我都说叫你解释的啦 这样 这样 即今次真的出事了 这样 接着 你业障太重了 你累了他 这样 接着 这个老板娘 当然很紧张 哭了 师傅说 你帮我 你帮我救他 你一定要帮我 这样 师傅说 这一次我真是无能为力 接着 这个老板娘就立刻 就很 情绪 因为可能已经 其实很 很害怕 又很急 又怎么样 接着就说 你这个师傅 你现在是不是见死不救啊 他都有上来佛堂的 他都有上来祈福的 你现在是不是见死不救啊 你这样都不救他啊 接着 师傅就说 你冷静点先 不是我见死不救啊 是一个已经爆了的炸弹 我怎样将它还原啊 还没爆 我还可以帮你踩跡的人先 还可以补救 还可以折得到 它爆了 你叫我怎样还原啊 我真是 做不到啊 今次 接着 这个老板娘 就很生气很生气 又发了很大脾气 不停呢 就是 说师傅见死不救啊 怎样怎样 跟着 那 最终呢 这个男朋友 都是 救不回的 那他就认定呢 是师傅 累了这个男朋友 因为师傅 不出手救 不出手救人 那 就周围呢 就说 跟那些 师姐啊 師兄啊 就说 师傅都不知道是否无料的 要他救人的时候 他就救不了 啊 连 连 连 弟子这样求他啊 他都不出手啊 啊 见死不救啊 啊 不知道是见死不救啊 还是根本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救啊 话 另外 又说都很负面 真是才能说一些事情 我也跟他说过 十 발생此之主 也跟他说过 你想想 一颗炸弹爆开了 你的意見 爆开了不同的碎片 你叫我将補 拼花一个炸弹 还可以再被抓到的炸弹 是不可能的 不是每樣東西的首尾都有得結束 他不聽,他依然堅持是師傅的錯 師傅其實都很無奈 但是又,即是 他都這樣了,那就算了,是吧 不要計較那麼多 好吧,他都知道 他依然是在其他師姐那裏 是在狂說那些不好的事 但是師傅都有他 甚至乎其他師兄師姐都說 不是呀,師傅不是這樣的人 他之前都有幫你 搞那個神台 又有幫你去 家裏幫你清屋 等等 你們大家之間有什麼誤會 但是這個老闆娘就堅持 是師傅的問題 大家就不歡而散 那 到後面呢 因為那個之前說的男朋友真的走了 然後呢,他又走回到佛堂 找師傅幫這個男朋友 上位,即是擺個牌 上牌,擺在佛堂 那便哭到豬頭暈 那師傅也是安慰他 那但是呢 我隔了一段時間 半年至一年 那他呢 這個老闆娘就認識了另一個男人 那但是呢 即是他看中別人 但是別人呢 就未看中他的 那但是他就知道這個男人家裏有家底的 那就是 可以叫做 有些錢 即是 你說很發達那些又不是 但是呢 照顧到他有凸 因為又有樓又有車 什麼都有 那他就走來問師傅 師傅啊 你可不可以呢 幫我跟這個男人結個圓 這樣 然後師傅 對頭 結什麼圓啊 然後他說 不是啊 因為呢 我覺得他幾好啊 那你知啦 之前那邊呢 走了 我都想找回一個人 那我 我見到他條件都幾好啊 所以我想你幫我跟他結個圓 那師傅就 那當然不行啦 第一 你這樣的想法 你是 即是你 你叫我跟他下降頭有什麼分別啊 即是你叫我去下降頭啊 當然不行啦 不可以做這些事的啊 你緣分 你的感情的事是自然發生的嘛 你有什麼理由 叫我強行這樣做呢 我說 還有 即是師傅說 還有你 如果真的要跟他發展感情的 你就自己去 從正常途徑去發展咯 大家去溝通一下 是否適合啊 對方又覺得你怎樣啊 相處一下大家 怎麼會要這樣 要什麼什麼幫他結結束呢 那 跟下降頭沒有分別啊 不行啊 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然後 那個 老闆娘呢 又 不是啊 我作為一個女人 我想找回一個男人 去照顧自己有什麼錯呢 師傅 你又不幫我了 為什麼我說什麼 你都不幫我呢 然後師傅說 你要我幫你其他事情 可以 但是要正途 是不是 但是你現在這個要求是 不正路的嘛 是不是 所有事情 應該要順其自然地發生 然後這個 老闆娘又覺得 即是怎樣啊 你怎樣做人師傅的 即是我跟你說 一件事你都說不行的 一件事你都說幫不了的 啊 那接著呢 就不歡而散 就走了 那接著其實 因為呢 師傅就說 當時這個 老闆娘走了之後呢 對家那個男人的祖先 有來過佛堂啊 所以人家祖先是知道他 你想對我後人出手啊 就是 所以就過來 就說 喂 你的弟子啊 想謀我的後代啊 怎樣怎樣 接著師傅就說 第一 因為 大家不歡而散的時候呢 其實他已經 就是 跟 其實罵得很僵啊 即是 是他自己僵啊 不是師傅僵啊 他自己發了很大脾氣 就說 我不再在這裏弟子了 我不會再回來的了 找個第二個佛堂去了 這樣 這樣講到出口的 接著 那 師傅很無奈 都沒有辦法 這個是你自己的決定 是不是 這個 甚至乎這個老闆娘 想拘捕其他師姐 一起 我們去別的佛堂 師傅沒有了道 什麼都不幫的 怎樣做人師傅啊 講很多這些 那好了 接著到 這個 祖先來 喂你的弟子啊 怎樣怎樣 那師傅就說 第一 他自己都不認 是我自己 是我們這裏的弟子 是不是 他的 元丹都回到佛堂了 待會我解釋 什麼 元丹都回到佛堂了 所以 我沒辦法教這個人 我教不到 無能為力 接著 那些祖先 可以的啦 你說這件事就行了 總之 之後你不要補他就行了 那 就是這樣 那好了 先解釋一下 元丹是什麼 每一個歸醫的弟子 佛堂呢 其實在佛堂歸醫 那跟著呢 即時 之前跟大家講過 即時會給個 法浩里 同時也會給一粒元丹來的 是不是很科幻 即是那些武俠小說 是有這些事的 那給一粒元丹來 而那粒元丹呢 是一個叫做身份的記認 即是一個歸醫座的記認 而這個元丹如果 如果一路是 沒有事沒有幹的話呢 是會陪到你百年歸老 陪著你的雲頭一起落地府 那 下面呢 就會認得 你有元丹的 你是一個修行弟子 就是這樣 而這個元丹也可以 保你百邪不侵 就是這樣簡單 OK 好了 那這個故事去到最後呢 其實 她這個老闆娘 是真的去了其他佛堂 那 以其他師姐的口中聽回來呢 其實這個老闆娘呢 其實都過得並不如意 是的 那當然 她實質的情況 就是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就不知道 聽一些師姐 有些師姐說 好像是有的 就是她找了另一個師傅 去幫她結緣 OK 那如果你真的做了這個結緣的動作 別人的祖先人肯定搞你 是不是 就是阻止你 所以 去到最後 應該是怎樣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大家聽完這個故事 嗯 我聽完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心是有些 就是 不知道怎樣的 就是 師傅這樣被人說 她一堆聲都沒有出過 就是完全是任由她 OK 而 任由她之後 也都不忍心再提點 再提點之後 你又不聽 然後還要 說出 說我不再是這個弟子了 這樣 那所以 其實當初 歸醫給了她 那顆原單 是已經歸回來 佛堂了 所以師傅知道 即回來佛堂 師傅當然知道 那顆原單 那所以 這件事師傅也有不開心的 就是覺得 唉 但是都 沒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 種落些什麼因 就是 結下些什麼果 這個師傅就是 說 這個可能就是她的定數 就是 當她說 說到出口 說 不是這個弟子的時候 那 基本上 完盡的了 就是 她也都 可以幫到她 可以教化她 她的一組已經教完了 而她沒有聽 都沒有辦法 那當然 其實做最後 我都希望這一位 老闆娘 其實 所有事情都不會太遲的 那希望大家也都 一起可以 保持一個 善心 我又是說那樣東西了 不要說我沉 一定要保持向善的心 盡量不要經常出口傷人 馬上口得 那 那 說是非其實都算的 那 那 大家都要注意些 那希望 大家在 那 接下來的日子 還有我們有這麼長的日子 要走 什麼時候改過 都不遲 最緊要的 最緊要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 米不順扯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Hello 是不是很奇怪 為什麼我還沒做 我要告訴大家 我星期日牛一 今年的生日願望 我希望我米不順扯的觀眾朋友 每一位都開心快樂 身體健康 希望白邪不侵 善有善煲 記得要一心向善 希望我米不順扯的成績會越來越好 希望觀眾越來越多 那 先在這裏多謝大家的祝福 因為我知道你們一定會祝福我的 是不是 多謝 多謝山頂的朋友 多謝 喂喂 多謝 片尾有彩蛋 記得看完才好走 下次見 拜拜 Hello 恭喜你 恭喜你 大家 現在見到你可能不後一點 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米不順扯的頻道 那 這位不用介紹大家都認識的了 OK 說兩句 Hello Mary 沒有什麼我回家 以為你支持我才行 支持一下 米不順扯 要不然 糟糕 我不送你買菜了 拜拜